设计师 设计师有的时候他们拿捏很重要 你每次做案子你必须很清楚地知道 你是在扮演一个角色 你要扮什么像什么 你不能永远在做事情 人家一看这是这个人做的 你不管做什么都是这个设计师做的 你的客户就不见了 藏到后面去了 这个是我们做设计的一个看法 我是属于这样的设计师 我大概国中的时候 就对这种创意的工作有兴趣 小时候很喜欢看电视 电视儿童 看电视 除了电视节目之外 也看广告人影片 所以就觉得广告人是一个好棒的职业 在Paper雜誌做艺术指导 也做了大概三四年 我就想说我才三十岁出头 我这样做下去再做五年也许很稳定 再过完我的四十岁我就出不去了 我想要做什么都不行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设计师是要面对我的目标对象 传递价值的 譬如说我在唱片公司里面 我们要想的是卖相跟销售的关系 但是我后来做了Paper雜誌以后 就是你的内容跟你的销售的关系是什么 直到现在设计公司我们做品牌很多 品牌到底跟销售 传达什么样是不同的价值 都在摸索 只不过换了不同的形式而已 像我之前做过唱片做过杂志 我的目标都是市场 我想的都是市场 设计是解决问题的一个行业 但我觉得这个讲的可以再补充一点 你解决了谁的问题 把自己先抛掉 我自己不重要 我是个演员 这个角色 他的精神 他的价值是什么 我必须很忠实地呈现出来 这个品牌的业主 他现在面临到什么样的问题 跟他的客户是谁 他的目标是谁 我们要用什么方法 能够把客户的价值 正确地让他的目标对象 能够理解跟吸收 最终的目的就是在市场上 获得很好的效果成绩 所以每个人都很重要 关键 如果设计是只卡在这个字体大跟小 在那边挣扎折腾大家 这个太不负责任了 我认为是创造跟发现价值 有些人认为说 漂亮让我很开心 这是一种价值 这个茶壶很好用 是一个价值 这个高铁票让我看得很方便 不会找 这就是一个价值 它不涉及于美感 漂亮的东西不一定能够卖钱 所有成功品牌 并不只是它长得好看而已 你不要用太多的这种美感装饰性 反而就把原汁原味都盖掉了 他就说你的演技太过了 超过那个角色了 设定师愉悦了 有的时候有习惯给自己出功课 看了这个不顺眼的 我可以怎么做更好 土壤很重要 我希望让大家能够理解设计在干什么 因为真的 一般大众认为设计师就是做漂亮的东西 然后看不懂 然后很贵 然后跟我有距离感 但我认为设计师完全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在于说 我怎么样让你的生活过得更好 提出各种不同的价值 我们是一个螺丝钉 不是一个方向盘 世界不是靠着我们在运行的 我们应该好好的扮演好我们的角色 在这个案子里清楚的知道 你现在这一场 你要扮演什么角色 就把它做好